本期话题 月经推迟跟怀孕的区别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月经推迟跟怀孕的区别有哪些呢 我们知道怀孕之后就停经了 那么有一些女性朋友 她的月经周期本来就不规律 甚至周期过长 比如两个月三个月才拿一次月经 这时候呢 她跟这个怀孕呢 就不太好鉴别了 特别是怀孕早期 就是怀孕35天之内 这个月经推迟和怀孕 几乎是不能够鉴别的 就是说在怀孕35天之内呢 她怀孕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鉴别呢 如果你这个女性她的月经周期很规律 28天到30天 那么过了三五天 甚至一个礼拜了还不来月经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买试孕棒来验一下 试孕棒呢 她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 但是呢 大部分的试孕棒在怀孕35天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会显示阳性的 所以怀孕40天以后呢 怀孕者她会有早孕反应出现 那么没有怀孕者呢 她就没有这些症状出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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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